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 其实都是受到台风的影响 比较剧烈的 目前这个台风 其实移动的状况是朝着我们台湾 比较偏南部的海域跟陆地这个地方行进 所以未来发布海上警报 甚至陆上警报的几率 其实都是相当的高 对我们台湾的天气确实是有造成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图的部分 台风目前位于比较偏向是 恒春的东南东方海域 大概是755公里的海面上 那它的速度其实很稳定的 朝着西北方向前进 那从图面上面结构 可以看到呢 它是一个相当的 比较偏向是结构完整 而且是非常对称的 环流也是相当的紧实 而且范围是相当的广阔 那所以呢 外围的云系呢 一部分就慢慢的移动到我们台湾地区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其实因为整个大环境 吹得比较偏向是东北风的风向 那所以在北台湾这边 降雨的状况是有慢慢的出现 不过在今天的夜间的一段呢 其实北部地区的雨势 会相对之下缓和一点 主要台风的外围环流 会在明天开始 慢慢的显著起来 那也大家看一下 最新早上8点的台风路径预报 那可以看到说呢 目前我们气象处预估的路径 是朝着比较偏向是 南部的海域前进 那有可能 目前的这个路径上面 是会登陆的那它是会登陆比较偏向是 我们台湾东南侧的陆地一带 对我们的比较偏向是 东半部 特别是花东恒春半岛的天气 是有很显著的影响 因为在移动过程呢 它其实是朝着东往西的移动 所以最先首当其冲的 就是东半部地区的雨势会起来 接着呢 因为它的风向 北部地区北台湾这边呢 雨势也会慢慢的明显 而最后当它在比较偏向是 4号 5号 6号最接近我们台湾的时间点呢 对我们南台湾中部山区 也是有比较明显的雨量 会造成这些提升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天气图上面的预测 周一到周日这样子的分别 周一的晚上来看呢 也就是今天的晚间 在今天的比较偏向是 深夜到明天清晨的这一段 我们气象署就有可能针对台风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哦 那所以可以看到 它是逐渐进逼我们的近海位置 到了比较偏周三周四这段期间 其实是这个台风 影响我们最主要的期间 除了外游环游以外 本体台湾本体哦 也是会直接影响 所以图面上看到非常明显 周四的晚间这段期间 其实它的整个暴风圈 是有触碰到我们的陆地的范围哦 那到周五的 周三周四的这段期间 就是比较显著的影响 到了周五的时候呢 也就是六号的这一天 台风的位置已经移动到 我们比较偏向是西南海域 是属于逐渐远离的状况 那不过大环境吹上了东北风 加上北方的高压 逐渐的往南这边移动 造成的冷空气的推济之下 很有可能造成东北部地区呢 一些降雨的状况 还是持续的比较显著一些 而到了周日周一呢 随着台风逐渐的远离 这个状况是慢慢的缓和 不过因为呢 北方高压的增强 带来的这个凉冷空气 所以东北季风 在后续的时间 是主导我们天气的状况 那给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风跟浪的部分 台风的影响 今天尚未开始起注 可是其实风跟浪 是接下来要注意的 因为台风目前的状况 它移动的速度呢 其实是比较快一点的 那所以在风跟浪 起来的时候呢 也会特别的选注 那注意一下哦 今天明天开始 特别是明天开始哦 这种常浪的现象 在这个台风接近过程中 会逐渐出现 首先是东半部跟恒春半岛 比较偏向是东南这边的 接着慢慢起来 4号基隆北海岸这边 也开始有常浪的状况 5号随着台风 出现在这个台湾南边 这个地方的时候 中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 以及我们的这个澎湖金门 都有常浪的现象出现 6号7号台风逐渐远离的情形呢 当然就是比较偏向是西南这一块呢 还是有常浪的表现 浪的情况到底有多高 我们以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浪高趋势图 给大家看一下哦 那比较偏向是3米高的浪高呢 其实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东半部地区跟海峡这边 就已经开始慢慢出现 而随着这个越接近台风 本体这个地方 6米7米以上的浪高 比较偏属于近中心的位置哦 所以在比较偏向是4号5号后面这段期间 台湾附近的风浪 是有可能达到6米以上这样子的浪高哦 所以提醒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 在海景开始发布之后呢 这种风浪的情况 会提升的非常非常显著 而且非常的快啊 那以风的部分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形呢 以这个趋势图给大家呈现哦 6 7 8 9级这个分布图 也是在下面给大家对照 可以发现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 这个橘色的比较偏向是 10级风的这段 9级10级风的这段呢 其实还是在 我们的比较偏近海的这块区域哦 可是在我们的沿岸的风力 已经逐渐开始增长起来 所以今天明天留意一下 从基隆北海岸开始 桃园到台南 东半部地区 以及各个这个离岛的地区哦 还有恒春半岛 其实几乎就是整个台湾了 除了比较偏向是高频的沿海以外 通通都有开始有机会出现 8到9级的抢阵风 那当这个台风逐渐靠近我们台湾 甚至到比较这边陆地的时候呢 由于海峡这边是一个比较狭窄的区域哦 风力从比较宽广的地方 到比较狭窄的地方 会有一些狭缓的效应 所以在西半部地区 很有可能在台风接近的时间 会有突然之间发生的强震风 那所以在后续的时间点 也请大家特别的注意 雨量分布情形呢 这些也请大家关注我们 11点出来的定量降水预报 因为定量降水预报 会随时滚动式的更新 那后来图面可能跟我现在呈现的会不太一样 但趋势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今天是东北季风的影响 那所以这个整体上面来说 阴风明的降雨 在中南部地区比较偏向是 午后雷震雨的部分 所以中南部地区 今天没有什么感觉到台风的影响 那北部这边就是一阵阵的雨势哦 那到了3号到5号 又是2到周四的这段期间 可以看到这个雨势方面 很明显的起来 特别是在我们的 宜花东 花东恒春半岛一带哦 那这个区域呢 受到外园环流 先是外园环流的影响 也就是明天 那到了这个周三周四 主体台风的影响 跟外园环流同时并进 那所以就是 首先这个花东这边 北部这边 雨势开始起来 中南部这里 以及中部的山区 也会慢慢的出现降雨 那什么地方会出现 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就是花莲台东恒春半岛 东半部恒春半岛这边 是雨量可能最剧烈的时间 而在明天之后呢 其实连同北部 东半部恒春半岛南部这边 有些地区有会开始慢慢的出现 大雨的状况 甚至豪雨的行星 所以最注意就是 3号4号5号 特别是这个 比较偏向是周四 周五 周三周四 这段期间 这台风的影响是最剧烈 而到6号7号之后呢 台风慢慢的开始要远离 所以外温环流的影响 又开始慢慢的接力 主体的影响开始减少 所以雨势会开始逐渐减少 但是东北部地区的降雨持续 为什么呢 因为还伴随着东北风的作用 那当东北风跟台风交互作用的时候呢 那可能在这个地方汇聚而成 就会有比较强的雨势出现 所以东北部后续的时间点 也要注意一下这样的状况 那温度的表现可以发现 其实现在跟后面的时间点 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北台湾也是红色线的这个地方呢 温度稍微比较低一点 其他地方的降雨 其他地方的温度呢 其实跟它有没有下雨有关 所以以中南部地区绿色线来说 发现它的这个温度呢 比较低的时间点 会是在后面这种 5号6号时候 也就是当台风开始影响 云比较多的时间点 那主要的东北季风造成的这个温度降温 也就是今天明天开始其实是比较毁热是台风的影响 那后面在7号8号这边也是东北季风 最后给大家几个提醒哦 周二开始是外温环流的影响 其中周三周四台风对我们台湾的影响是最大最剧烈的 那这段期间呢在东半部地区呢 在周三周四要严防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这个降雨可能是比较可观一点的 而在明天的天气状况 北台湾因为东北风的风向 其实是雨会慢慢慢慢的又再注出现 那再来就是随着台风接近 花东地区的累积降雨会逐渐的起来 以外温环流的形势 中南部地区的影响呢 则是稍微比这些区域晚一些些 可是影响也是会出来哦 那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对于台风跟未来一周天气的说明 吃飞啊